被農啊就是待了的時間啊 就是有沒有什麼事情是讓你最印象中的 日勤跟夜勤分流 就是上班的這個時間 600個人工 有500個是夜勤 晚上11點到12點進辦公室 大家都準備睡覺 凌晨3點鐘開始拍賣 是 一直拍賣到早上差不多9點4點 剛開始完全沒辦法 抓得住他們做習慣 慢慢慢慢的習慣 跟著他們一起示範 你也需要跟著他們一樣這樣做嗎 可以不必 可以不必 因為有各級的管理的力量 是 但是我的感覺如果我跟機組團體太遠的話 那慢慢這個隔閡感一出來 我要領導他們不會帶著他們的心 那我要帶一個團隊的心 我要跟他們在一起 所以我每個禮拜上夜勤大概兩到三次 我白天也上班半夜上班 那禮拜五就跟他們家 我就要在雲林縣 是 你覺得你自己了解年輕人嗎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怎麼了解 我們雖然曾經年輕過 但是已經太久不年輕了 所以說你說 通通了解現在完年輕了 我們沒辦法 是 我說說了解可能是催你了 是 我覺得這個回答其實對我來說 其實還蠻真實的 對我想給年輕人一句話 是 30歲以前不要怕 60歲以後不要回 只有混住良心就好 是 其實很多人都在講 Google不見了 好像大家有些人都在怪證 還是怎麼對於 新創事事業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新創事業都不會來過 對不起 所以說我只要在二十多年前 全世界五百大 德國的敗人 要設在台中 因為你行政單位 給人家來了一個公投 給人家來一個雕名 來測出 那從此以後 全世界五百大 幾乎沒有一個人 我們既然要擴建 塔利亞公司 這時候 美國的婚姻公司 就是法國的Airbus 骨頭巴士都要來開 現在他們一等 等了這樣二十年 他們全部撤去 那你講的Uber也好 或者其他也好 我們在自己仔細思考 過去這五年來 有沒有外資投資後來 我們是這樣的意思 不要把大眾點重控制 我覺得台灣現在 沒有任何吸引外資 只有一種台商回憶 你有什麼誘因 讓我有外國越來投資 所以Uber也是其中之一 那如果說加拿外國投資者 要撤去台灣 或者不想來 台灣人你也不要壓力 因為我們平常跟你講 這兩天工總 前不久出了一個白筆書 工業總會是台灣人自己成立的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配合政府 效率都配合你 那你每樣都缺 你平時幫加拿來投資 如果說今天你流浪都在荒島上 是 你現在在參選這個 國運黨的當中 其他四位後面 你只能選一位 做你的夥伴的話 你要選誰 我選佛秀柱啊 公主 是 為什麼 一瓶假髮給兩個人 人就帶 人就帶 太真心了 單打 他單戴雙戴 單號他戴雙號我戴 OK 如果有個機會 你會跟他道歉嗎 嗯 我想再老一點 什麼可能 也許我七十歲八十歲 然後碰到他 拍拍他的肩膀 相處理校民 也許可以 也許可以 因為我現在 大概接近六十歲 我現在這個應該 當初都是為了彼此的思考上 發展價值觀朋友對立 事實上這二十五年來 我跟陳志緣 都在立法院以後 立法院族群問題 一直都相當無始 談到客家人呢 談到原住民呢 談到農民呢 我們卻沒有了 所以二十五年來 也算我跟陳志緣 對立法院 對台灣這個土地發生的衝突 沒有想到 得到一點小小小小的一個價值 所以大家組織這些互相的衝突 也許再問一二十年吧 我看到陳志緣 是一樣 其實成長的背景不一樣 像陳志緣成長的環境 是在台南一個鄉下 家裡有一個貧困 我成長的背景是一個眷村 我們通工在不同的環境 然後通工在這個領域裡面當老爸 頂尖 你代表這樣一個群出來 台北市民地黨 你當了立法院 我代表軍榮 你當了立法院 我們得在這個範圍裡面 就做到頂尖了 彼此的價值觀才能衝突 明明衝突 想一想其實很正常 等到結果碰撞之後 慢慢開始磨合 磨合要開始冷靜 我們就開始思考 很多一切一切最遠的 最終還是遠的 剛開始是內角 我有時候這幾年來想 這件事情我想 年紀一天天大了 什麼的朋友來看 很多衝突 有時候當初也許可以避免 也許可避免 將來國民黨 如果推出來了 民意來管 不管他行政什麼 民意來管 你發生了任何問題 發生了醜污 發生了任何事 國民黨還是這樣子想 如果你是真的 本人做得不好 對不起 那絕對不好 你承諾全都做得不好 而且我們還要 向市民大眾抱歉 那如果你有冤屈的人 你有冤屈的人 國民黨一定會做你的後退 一方有事 拔分之遠 就你 你可能在基隆 你可能在台南 你代表國民黨 你發生任何冤屈 所有內衡的資格 那這個東西下來以後 慢慢慢慢一定會讓民進黨覺得 國民黨是講道理的 台灣人民也會覺得講道理 所謂對撞 再也不讓 不是無理群 是當我們有理的時候 我們就再也不讓 常常在傳一件事情 就說你是黑島 今天是因為你想要澄清的 我根本就不需要澄清 我們講話講得多了 我們事情做得多了 我們路走得多了 大家自己會講 我一直說我白道白道 一直說我黑道沒有意義 大家慢慢看韓國 你做的事情 講話 思想 一定會覺得 這個謠言可以澄清 這是要參與國民黨的出席 對 第一個告訴你的是誰 這樣我大概跟我太太商量 是 因為我太太她 她 不太喜歡政治 應該講她是 家裡面一直跟政治有點關係 她本來也當我們一代人 但她希望做一個比較安寧的生活 那我一下子 要參選一個這麼萬方數目的衛生 所以我一定要跟她公共一起 也經過多指公共 這個太太很理解 而且看到 我們孩子在台灣這個土地一天天大了 總是希望台灣的生命能夠更 發展得更好 現在政黨政治已經 基本上已經是 潰爛 執政黨執政人是 亂招招 遇到任何不公平不爭議 國民黨反正睡早了 像龜熙大法 所以這個朝野的政黨發展非常不健康 也非常不正常 那我一跟她講 我們決定要做 那現在當我太太確定就直接了 我覺得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當作商鑑變老 從班一個木頭開始 重點這個領導要怎麼越來越去做 越來越面對問題 面對一切的難處 承認它 然後開始著手去解決 這是心態的問題 我可以做到這樣 但你說可以把這麼多年成年的疾病 撒那些本來都改變得 那年輕人 雨後春水一樣 彈加入國民黨 我可以保護 我要讓自己可愛起來 讓人家來喜歡 所以你看這一段時間 所謂基因分子的論證 我非常擔憂 國民黨的基因分子都說 你看 民黨又亂搞了 這個亂搞那個亂搞 這個亂搞那個 所以我們國民黨請了 我一直問 國民黨在幾個月來 有沒有做到台灣裡面改 都沒有事情 所以我們上面的人好像現在 都非常麻煩 那這種狀態下 你憑什麼要聯繫的人 只是說 我有機會領導 我會面對這些問題 告訴全國的民眾 告訴年輕人 其實給我機會 我願意好好的去做 我面對我一切困難 要進了這個 接觸一些理念 化為一些行動 提拔一些優秀的人才 以及請年輕的朋友過來 共同加入一個陣營 其實我們最重要 跟民進黨加來 就是民進黨希望 一步一步走向台灣的陣營 我們是維持現狀 共融共存發展來的關係 民進黨愛台灣 國民黨也愛台灣 政治很困難 慢慢慢慢 老百姓 還有年輕人會發現 國民黨這個氛圍比較大 國民黨這個水庫比較大 也很大海納百川 那民進黨可能太偏響了 藉著這樣一步一步做到年輕人 開始覺得 我相信國民黨是一種光榮 是一種榮譽感 是幫台風金馬來打拼 一旦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在提議的時候 大量提年輕人 這是一定要做的 把一代又一代的心情上 所以說現在全台灣 大概國民黨只有三百多元 現實力 如果我有機會 百分之二十五 四分之一 可能不能超過四十歲 一體性回憶 立法委員 四分之一 不能超過四十五 甚至百分之五十都沒問題 這樣欣賢有什麼錢 我會比他們兩個錢 熱錢 不管是政治業 不管是服務業 不管是說這個 失去的熱錢 就失去一切 中國大陸的深圳 國民所得 在我們對面廣東的深圳 都不是兩萬七千美金 上海兩萬多美金 台灣只有一萬九千 我們三十年前 從學校畢業 薪水在台北是四萬塊 到四萬二 現在三十年後過去 股價這麼貴 然後你們三十年四萬塊 現在新年代之後 各位才說 你們不擔心這些孩子 我們下一代怎麼辦 我們真的是憂慮 我們現在引以為傲 只有一個新出科學院群 剩下的總統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做完總統以後 我們剛剛一路走了 你們給我們留著什麼 我們國家還有光明的潛途嗎 我們未來年輕人還有希望嗎 真的 我們不能不緊張 不能不留 這個黨 不講話 要怎麼弄你就怎麼弄 不講話 我把你捏成發人 你就是發人 你捏成原來就原來 因為你沒有戰鬥力 已經沒有了 今天因為我們出來了 我們的論述出來了 我們戰鬥力就出來了 因此我們黨大主席 當地越來越大 越來越精彩 再讓我們國家 這個政黨真的是 是會出問題的 將大幹的主席 建立一個強大有力的在野黨 監督 胡搞亂搞的政黨 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政黨真是一旦建立完畢 全部為了土地怕便 少再看意識形態 專心建設 把這個台灣的經濟 趕快建設起來 我們沒有時間的浪費